这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邪夫人宋美玲来到北平游览故宫时所拍摄的影像。 1945年12月11日,蒋介石夫妇乘坐C47美玲号专机,由重庆飞抵北平。 现在是13日上午,蒋送二人与一众随行人员来到故宫太和殿时的景象。 镜头中可以看到时任第1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的孙连仲和北平市市长雄斌,以及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和特勤总管黄仁林。 随后,蒋介石、宋美玲等人步入了太和殿,可以看到殿内当时摆放有乾隆的御用盔甲和八旗甲轴,在盔甲前还摆放有一桌二椅。 这套桌椅便是两个月前10月10日,孙连仲作为中方代表与日军投降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跟本博在太和殿广场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所用的桌椅。 从三大殿出来后,蒋送等人在大殿门口前拍摄了一些合影。 参观完三大殿之后,蒋介石等人来到了位于太和殿西侧的五英殿。 清兵入关后,摄政王多尔滚曾在这里理政,少年康熙曾在此擒拿全城敖拜。 全城负责引导蒋送二人参观游览的是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廷记。 现在是蒋介石等人在酱雪宣午餐后游玩中翠城前二宫经大城左门来到昆宁宫交太殿和乾清宫时的场景。 1937年北平沦陷,张廷记临危受命留守故宫,以总务处长的身份担当着院长的责任。 八年之中忍辱负重与日伟周旋,虽经历献铜献铁,但故宫文物并未遭受巨大的损失,张廷记宫不可没。 自乾清宫出来后,蒋送等人经养心殿去往了西六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慈禧和慈安两宫派后都曾在这里居住。 慈禧入宫后,还是兰贵人时便居住在楚秀宫的后殿,深得咸丰宠幸,后又在这里生下了咸丰唯一的儿子同志。 清朝的末代皇后婉容也曾在楚秀宫居住。 从西六宫出来后,蒋介石等人经树方斋出顺针门,又经针飞锦转至乐寿堂,乾隆和慈禧都曾在此居住。 现在看到的是堂内摆放的圆明园的模型。 这里还摆放有三块巨大的玉雕,一块是耗时十余年,重达五吨多的大雨至水玉山,另外两块是来自新疆和田的寿山和浮海。 随后蒋介石等人又经养性殿宁寿宫,来到黄吉殿出黄吉门,参观完迎面的九龙壁后,由西庆门乘车离开,结束了故宫的游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